新電玩快打 歡迎收看 新電玩快打 跟各位隆重介紹一下 我們的新夥伴王樂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樂妍 從今天開始呢 我即將在新電玩快打 跟大家一起玩遊戲喔 OK 但是給解釋一下 你穿成這樣是要做什麼嗎 看不出來嗎 我現在是 紅透漫偏天 Come to me 我是主播李春給你們 李春幾OK 大家也算認識 我大概了解你 那你 知道我今天是誰嗎 你今天 你就是 不是啦 不是啦 這個是因為最近天氣比較冷 騎腳踏車稍微騎少一點 這就是藉口啊 我幹嘛跟你解釋那麼多 藉口 我要好好介紹一下我自己 這裡還不夠大 大家好 我就是上支電玩 下支動漫的主播 戴立剛 滑桿 你怎麼說 我不是滑桿啦 我剛剛已經說明了啊 我是 紅透漫偏偏天的主播 李春幾蛋味道 而且呢 我們今天啊 春雞跟立剛 是 兩位主播跟電玩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而且我們的新電玩快打 還有電玩快打到底有什麼不同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就會跟大家說清楚講明白的 你是不是覺得好到喉嚨快要掛掉 你還好嗎 感覺在說話 你可以不用這樣 是不是 這樣 對 因為他真的太有爆發臉 他非常爆發 我覺得他肺活量太厲害了 OK 但是我在這邊跟大家隆重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電玩快打呢 改版啦 我們現在開始呢 是新電玩快打喔 之後呢 將會我們兩位主播呢 在這個電玩界 不管是大事 大新聞 還是小道消息 我們兩個通通變成報買啊 報給你知道 當然 除了電玩新聞之外呢 我們呢 新電玩快打會秉持著 專業精神 不管你是家用足機 還是掌機 還是手機 我們在每一個平台 會有遊戲情報告訴你喔 是的 總而言之呢 不管你今天是喜歡電玩 喜歡動漫 喜歡網樂言 還是聲聲愛姐我 都要繼續鎖定我們電玩快打喔 喔 是新電玩快打 Sorry 當然 除了我們的節目 新改版之外呢 但是我們的佛心是沒有改的啊 你知道我們節目之前 送出PS4 就是今天 今天要送出 PS Vita TV喔 是不是佛心來的 謝謝黃幹 謝謝春雞 總之呢 今天如果你想要得到這個 PS Vita TV的話呢 持續鎖定我們今天的節目喔 後面就告訴說 怎麼得到它啦 那一開始來看一下 也很佛心的新遊戲 以前那個七龍珠真的超紅的耶 超High的啊 小時候那個七龍珠 還要拍成那個電影啊 新七龍珠什麼 那時候人在家裡面看就 什麼喔 後面那個發火是不是 而且你有沒有想過 你看如果七顆龍珠 真的七顆下一起 然後如果你要許願的話 你想過你要許什麼願嗎 想不到 你人生沒有願望了嗎 你人生這麼滿足嗎 還不錯喔 是一個很容易滿足的人啊 拜託你怎麼這麼沒有願望 如果是我 我就說七顆龍幾何 然後我就會說 好 我的願望就是 然後就可以慢慢許 你也太擔心了吧 然後許到第99的時候 第100個說 再給我100個願望 這招很厲害耶 當然... 然後神龍就忙翻了 好不好 這還不錯耶 然後中間呢 七龍珠我覺得是我們 小時候的共同一個回憶跟夢想 那現在有遊戲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啊 對不對 對啊 它遊戲很多種喔 是 當然 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我是戴力鋼 OK 春雞 我是主播李春雞 看在我這麼肺活量 這麼嘶吼的狀態下 慢生... 慢生名就日文 沒有 他們也是這樣說的 是啊... 總而言之呢 今天 因為是樂園第一天 來我們節目嘛 是的 因為當然我們今天兩個 辦的不是電玩角色 我們今天比較特別 本來是主播 所以我們今天是 我們模仿成分在裡面的 不如我們兩個就來PK一下 好 怎麼PK 這要是我們所有的玩家朋友們 你覺得說今天 誰的模仿比較像的話 你就在我們的照片上面 按一個讚 就這麼簡單 你一定要偷偷在這個時候 加重音嗎 李春雞的肺活量很大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 我覺得你放鬆一點 因為我錄不到後面 我覺得我現在有點暈眩的感覺 對 保重好不好 好 就這樣 希望大家多給我們一些讚喔 OK 當然啦 最近其實有一款遊戲 也非常非常好 就是戰國Barsala IV 那它的製作人小玲玉姓呢 其實有來到台灣喔 那宣布了一些 關於這個新遊戲的一些消息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小段消息吧 歡迎回到新店玩快達 樂園 你知道2月22什麼日子嗎 我是知道2月14是西洋情人節啦 幹嘛 你不要告訴我說2月22是你的生日 想要用這種老招 來給我一片生日禮物啊 我有這麼無聊嗎 有啊 我的生日是1月7號 我是7月8號 我是7月8號 誰在乎 好 我直接講好了 2月22呢 其實是PS4在日本發行的日子 講到這個 這次PS4 我們居然台灣比日本還要早發行耶 聽到這個消息 我整個人已經飛上天了 而且呢 話說回來 我們台灣的玩家早就已經瘋狂 在玩PS4了 現在日本發售 跟我們沒有這麼關係 人家說大家看你的名字就知道 這件事情非常簡單 其實從這個日本上市之後呢 好戲才開始 怎麼說 你知道我們北韓李春機 是不太懂這個消息 好 還是由你來解惑解惑 那我立剛 我現在不能走路 還是用我自己來講就好了 我現在看你怎麼走 我可以原地踏步 大家好 或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從PS4在日本上市之後呢 代表什麼呢 代表很多日子 因為其實現在PS4呢 這樣講會算 真的嗎 PS4目前的一些功能呢 都還沒有很完全 然後遊戲還不夠多 但是呢 從這個日本上市之後呢 相信呢 這個很多的這個PSN日帳 forPS4的服務會正式啟用 而且會有更多的 日系遊戲的消息啦 所以各位玩家 要密切注意 OK 聽你這麼一說 好像滿有道理的 然後... 當然 就是從大家... 因為這對大家是個利多啊 終於日本那邊開始喪失了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 玩到更多新的遊戲囉 當然還是要看一下 本週有哪些新遊戲嗎 在暗黑破壞神3前年推出之後呢 是有引發一股小小的 妻禮止善風潮 但是呢 由於玩家們呢 把故事即將已經破完了 那個感覺 所以那個風潮 有稍稍退的跡象 但是呢 當大老婆還有正牌女友 稍微鬆了一口氣的同時 對 沒錯 因為呢 我們第三個資料片 奪婚之連呢 即將在今年的三月份 正式推出了華乾 現在到時候呢 又有很多家庭 又要造成一種 辛風邪雨的家庭革命啦 各位 親愛的老婆們 各位親愛的女友們 你們又即將失去 你們的男朋友跟老公啦 天啊 但是呢 更可怕的是呢 連中華直棒藍命狗 他的三大巨頭 大師兄小炮 微笑過他們也逃脫不了 奪婚之連的魅力啊 當然 遊戲公司呢 打聽到他們三位 非常喜歡D3啦 所以呢 特別邀請他們喔 搶先試玩新職業的這個 聖教軍 以及呢 新的篇章 太爽了 而且呢 聽說他們這次試玩呢 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發生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看什麼的 歡迎回到 聽說呢 在2013年跨2014年的時候 代表一三一四 所以呢 一三一四就是 一生一世 那所以呢 很多人趁這個時候呢 跟另外一半求婚 真的是非常的浪漫 看照片段 謝謝女生機 重點是呢 我們在這一陣子呢 我跟你講 浪漫的求婚呢 是需要很精心設計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一陣子呢 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這樣 我們就有個3D藝術家呢 他為了想要跟他女朋友求婚 他精心設計了一款遊戲 然後他女朋友來試玩 然後玩到最後破關的時候呢 居然出現了這個騎士 去救... 原本這個遊戲叫做 騎士救公主 那破關之後呢 就發覺騎士 居然跟公主求婚 那一瞬間呢 他女朋友在說 原來是要跟我求婚 哭談 天啊 這真的是太浪漫了 有這樣的男友 真的是很幸福 好想趕快看這個畫面 好 來看一下這個遊戲好不好 這是他女朋友 他後來後製了一下 他玩這個遊戲 你看 女朋友就是很Rock的人 對啊 但是長得很正耶 滿正 怎麼樣 他女朋友怎麼有耐心 還怎麼樣 他就假裝是試玩 然後他玩啊 旁邊跟他問他說 這個遊戲我們設計得怎麼樣啊 這樣 他如果過不了關 應該... 我們不知道最後會怎麼辦 你看喔 可怕破關囉 可怕救大公主囉 其實要救大公主囉 救大公主要怎樣呢 好 接下來感恩事情要發生 女朋友就開始發現感動喔 是不是很浪漫 對現在跟公主求婚 但是在裡面 這個攝影鏡頭沒有拍到 他男朋友還是出來 再跟他正式求婚 當然... 心裡又被抱走了 然後他還出現選項 讓公主去選說 要不要嫁 Yes or No 有這種男朋友也太貼心了吧 可是這樣的男朋友 說不定平常就是 一直成立在電話裡面 可是他女朋友剛好也很愛 兩個人一起破關這樣 但是破關之後你就覺得 原來你其實一直好像在忙 然後其實你是在設計這個遊戲 是不是非常的感人呢 各位 好用心喔 現在的這個男主小夕 他沒有把這個求婚遊戲 放到網路上面去 讓他玩一下 是 這邊 好 就這個遊戲 放進去啦 來 你要玩玩看 Loading的畫面是怪怪 還是這樣 什麼意思 一定要全部吃到嗎 不用啊 那是吃開... 全部吃到的話 你記不記得上面那些條黃色的 最後就把他愛心灌滿 然後就會得到一個求婚戒指嗎 也是有這種機會 對 看我的 好... 其實他彈跳力還滿好 對 滿OK 你看 動不動那個跳力高 你看 密室 這個... 這個太輕飄飄的一個人了吧 就變反目了 我玩得還真不錯吧 真的...在這個遊戲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你看 所以你如果真的被求婚的話 你會爆哭吧 我應該會吧 總之呢 天下的男人們 你多花一點心思 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你的 這個女朋友求婚的話 其實多花一點心思 日後兩個人是非常棒的回憶 然後把它放上網路 大家也會更祝福你們是不是 是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本集的新遊戲吧